我可以幫你做什麼嗎? 你可以唱歌給我聽嗎? Pixel是一個非常具有識別度的手機品牌 熊貓機最強單色都是它響噹噹的代名詞 然而它最大的特色莫歸有個親身父親 名字叫做谷歌 這是李焦尼富可敵國的房地產大亨 他最近買了一部新手機 是谷歌的Pixel 4 Pixel 4 谷歌2019年最新旗艦手機 它有小款和Excel兩個版本 焦尼選擇的是小款 是因為小款拿著手中更顯低調 磨砂鋁合金材質的黑色邊框上 有一個橙色的電源按鍵 低調中還騷動著高調 不過我們拿到的小款Pixel 4的按鍵 有些微微的鬆動 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個理 機身背面採用的是玻璃材質 162克的重量 拿在手中倒是輕巧無負擔 機身正面 而彈簿一定要開始吐槽這巨寬的額頭了 這樣的設計確實給人一種頭重腳輕的沉重感 甚至連小米用戶也會過來踩一腳 你手機拿反了吧 這是小米MIX吧 應該這樣拿呀 確實好看多了 不過也因為這樣的寬額頭 使得正面屏幕融下了更多的元件 除了常規的聽筒 鏡頭 面部解鎖相關元件之外 還新增了一個雷達感應器 谷歌將其命名為Motion Sense感應器 說到Motion Sense 我們就不得不介紹一下它的起源 它源於谷歌2015年的Solid項目 從當年谷歌對該項目的宣傳視頻中 你可以體會到這個雷達感應器的強大 因為它不僅可以這樣 甚至可以這樣 還可以這樣 直到拿到手機 我才發現在Pixel 4身上它只能這樣 切割 或是這樣 將來電轉為靜音 以及這樣 跟皮卡丘say hello 再來看回當年那個介紹 Zoli項目視頻底下的最新評論 為什麼Google最終什麼都沒有實現 是Sony承諾過頭 還是Google有所爆料 大家要慢慢期待 結果只能回收去這個 親愛的谷歌 你盧把力吧 不過隨著雷達感應器加入 很可能讓Pixel 4成為了市面上解鎖速度最快的手機 在手機靜置的時候 Motion Sense會在手機周圍建立一個雷達識別區 而當你的手一旦進入這個識別區 一系列的感應器就立刻開始工作了 而當你拿起手機的時候 往往手機就已經是解鎖狀態了 不過解鎖識別的角度並不大 做個小實驗 把Pixel 4和iPhone放在一起 緩緩靠近時 最先解鎖的還是iPhone 對於常常需要把手機平放在桌面 雙手又不得閒的朋友 想要解鎖看個通知 就得多動動身體了 Li總睡覺的樣子還蠻溫暖的嘛 對啊 沒想到Li總也有溫柔的一面 不然我們趁這個機會 玩下來的新手機 看一下它有沒有不為人質的一面 好 Pixel 4的人臉解鎖有個很大的安全漏洞 即使你的雙眼緊閉 依舊可以解鎖手機 這個漏洞至今仍未修復 如果你是Pixel 4的用戶 睡覺的時候還得看好手機呀 軟件方面 此次谷歌自帶的錄音APP 也迎來了重大的升級 錄音的同時 通過基於本地的語音識別功能 還會自動生產一份文字檔 也因為是使用的離線語音識別庫 即使是在飛行模式下 這個功能也依舊可用 I am I am air balloon 這裡面有好多公司機密啊 不知道有沒有和我們相關的 我也好想知道 怎麼辦呢 不如我們搜一下文字字看一下 嗯 已經為隨錄音自動生成的文字檔 管理語音搜索談話內容 也變得非常的方便 通過搜索 焦瑟夫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點開發現是一次會議的錄音 我相信我認識他 那是他人不穿得太好嗎 是的 他很瘋 是的 我聽到其他工作人員也聽到 好吧 我怕我們可能要把他打開 是的 讓他快一點 好 謝謝你的報告 我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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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的视频了 这一切都不需要依靠网络的哦 目前该功能仅支持英语 也希望谷歌可以加快速度 让世界上更多的听障人士 可以早日的享受到科技的成果 说到Pixel 4 就不得不说它的拍照 Pixel一直以来都被称作是最强的单摄 用Pixel 4拍照最大的感受就是 安心 因为无论怎么拍 就能够拍出高质量的照片 相机方面 4代的Pixel最大的更新 则是新增的两倍长焦镜头 以软件算法闻名的谷歌 宣称可以利用两个镜头的互相配合 拍出比别家手机更加清楚的长焦照片 用内置5倍光学变焦镜头的 华为P30 Pro来拍照做对比 结论依旧是 再好的数学家 也比不过实打实的物理学家 Pixel 4还新增了AI星空模式 通过AI识别拍摄的主体和背景 对其分别进行曝光 来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 但2分30秒的曝光时长 着实的考验人的耐心 用华为P30 Pro的超感光模式 拍下一张对比照片 虽然照片不如谷歌的纯净 但相对谷歌2分30秒的曝光 0.5秒能够有这样的质量 也是非常厉害了 另外 星空拍摄模式也并非Pixel 4独有 该模式还会在未来 下放到前代的Pixel机型 除了星空拍摄模式 此次Pixel 4还新增了一个 实时控制高光和阴影的功能 这个功能比较偏向进阶型的摄影师 在前期把照片的明暗部分控制好 会让后期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录影方面 跟iPhone 11 Pro相比 可以看到Pixel 4确实还和iPhone有差距 现在我在做声音的测试 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哪边的声音效果更好呢 请告诉我 Pixel 4拥有5.7寸的屏幕 FHD Plus的分辨率 以及90Hz的屏幕刷新率 90Hz的屏幕刷新率 其实放在其他手机上 将会是一个挺不错的卖点 不过放在Pixel 4的身上 我觉得有点担心 担心是因为Pixel 4的电池容量 仅仅只有2800mAh 实际体验下来 续航也确实比较吃紧 开启动态90Hz刷新率 量平时间只有将近4个半小时 最长的也就是5个小时 支持18W的有线快充 和11W的无线充电 快充充满电 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 要怎样去评价Pixel 4这部手机呢 在我看来它很可靠 但不够精致 整个手机给我一种 头重脚轻的沉重感 而这种沉重感 在每次使用的其他手机 在切换回Pixel的时候 尤为明显 可能有人会说 我买谷歌就是想体验 它纯净的安卓系统啊 可实际上 很多国产手机 或者是国产手机 它们所对应的 搭载谷歌服务的海外版手机 同样能够带来非常纯净的安卓体验 而且它们的设计也更好 相对来说价格也更低 虽说作用谷歌 让Pixel拥有了安全方面的优势 但谷歌的安卓 同时也是最保守的安卓 比方说 安卓手机都有的长截屏功能 Pixel 4就没有 录制屏幕呢 Pixel还需要依靠第三方的APP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说到价格 距离发布仅仅只有一个多月 Pixel的美国区的价格 已经比初上市的时候 跌了200美元 因所推测 可能Pixel近期的市场表现并不好 或者说高开低走 是谷歌一向的销售策略 以上就是我们 我是哥气球频道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气球频道一向坚持 制作正能量 有意思的科技产品体验视频 倘若你觉得这个视频 还合你口味 那我们会很期待 得到你的赞与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李总睡觉的样子还蛮温暖的嘛 对啊 没想到李总还有温柔的一面 我们趁现在老板看手机吧 嗯 李总睡觉的样子啊 哈哈哈哈